马帝九访路之旅重头戏 马帝二会很有可能在10号下午登场 若晨真这将是睽違9年马帝再度会面 时间点最有可能落在下午3点或4点之后 因为9号下午马帝九随行记者收到通知 10号下午2点45分到人民大会堂集合采访 推测极大可能就是马帝二会 不过将在福建厅 台湾厅或别的厅举行 下午就会揭晓 回顾9年前2015年11月7号下午3点 在新加坡这场被称作世纪会谈的马帝会 时任总统马英九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长达80秒的世纪之卧 是两岸分支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坐下 当年两人避开敏感称谓 以马先生 习先生虎称 谈话都强调九二共识 今天我跟习先生分别以台湾 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 穿越66年的时空 伸手相握 巩固九二共识 维持和平现状 坚持九二共识 巩固共同政治基础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先讲这些 谢谢马先生 谢谢大家 当年马帝阵容是七人小组面对面 马英九和习近平各自坐中间 如今双方与会人员大多调职或退休 不过推测 现任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肖旭层将再度参加马席二会 陆方人员可能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再次出席 大陆国台办10号早上照常举办发布会 发言人被问到是否能证实马席二会 依旧保密到家 马英九先生 摔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 我们会会同有关部门 地方做好妥善安排 当年马英九以政府的角色 会见习近平如今虽已卸任 但外界人期盼能为冰冻的两岸关系 注入暖流 创造历史新的一夜 记者离行综合报道